就是要做接下来要做什么操作还是有没有印象的 我在这里面点一个选择一个然后点击那个直接移过去分析一下这个过程 这里面的事件是什么然后要做的一些操作又是什么 好这里面 我们在上面去做一个呃分析吧 这个是步骤分析 步骤分析那这个里面呢是怎样的一个步骤首先第一步的话还是要确定字件 确定字件这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字件 等一下再来一遍 哎我选了他再 点一下他 移动过去这个字件是什么字件 什么字件 我做了一个什么操作 我是不是点击这个东西去做了一个相关的一个移动的操作 那这里面的话是不是首先字件是不是一个点击字件 点击字件这个点击字件是应该加在随时上 是不是加在这两个镜头上 点击字件是一个叫做onclick字件吧 onclick字件 那在接下来的话就是事件要触发函数 事件触发函数 事件要触发函数 那我们这个现在是不要说我去给他写一个函数名字叫做slate1 ok在接下来一步的话就是函数 这个slate1 要做一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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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 效果上 我 点击他 我点击他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点击他 他将 这里面选中的那一下移动到了 右边 这个slate1 这个slate1他做了一个怎样的一个操作 他做了一个操作 用一句话来讲的话就是 将 用一句话来讲的话就是这里打个方法 将 左边 选中的 元素 移动到 右边 右边的这个slate中 可不可以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再接下来就是根据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表象 来做里面的进一步操作 我们要做他的话我们首先 slate1这个函数是会去被触发的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操作就是 首先第一步的话是要 获取 这个 左边 左边 slate 中 被选中的那个元素吧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要去 找到左边被选中的那个元素的话 那我们现在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的话是 怎么做 将 选中的 元素 添加到 右边 的这个slate中 就可以了吧 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步骤 这是我们所分析的一个步骤 那我们再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是可以用代码来做一个简单的实践 先开一下效果 script 写好他 写好他之后 给他丢进来 丢进来之后那这个东西写好 写好他之后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去定一个 第一个fondation select 换 OK把这个东西搞 搞过来 搞过来之后那再接下来一步的话就是 函数已经有了 那这个函数里面要去做一些操作就是 是不是要去获得左边被选中的一个元素啊 要获得左边被选中的一个元素 元素的话 我们可以怎样去做的 我们首先去获得 左边这个select 给他取一个id 这个id的话 比方说 这个叫做lept select leptselect OK 有了这个id之后 那我们就是可以 在这里面通过这个document 点上一个getelement id 传入的是 leptselect 传入进来之后 那这个的话 leptselect 就有了 有了之后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首先可以得到 他里面所有的这个select option 可以得到里面所有的option 是不是可以得到他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option之中 我们再去 便利得到被选中的那一个 这个是再去做一步操作便利 找出被选中的 option option 那找出被选中的option的话 我们就是要用一个破线环 vr i 等于 i等于0 然后i 小于这个option 点上一个lens 然后再次i 加加吧 这个有了之后 那我们再接下来一步的话就是 是不是便利他我们去得到其中的每一项option 然后再次 这个 传入这个i 我们可以得到其中的某一项 vr option option 这个option又有问题了 改成option1 如果改成这个 改成这个option1之后呢 那我们再可以去找它里面有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是叫做一个 selected的 那如果这个if if这个option.slate 它是 被选中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 我们可以是怎样做就将选中的 option 直接添加到右侧吧 然后将选中会添加到右侧的select中 那要添加到右侧的select中 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取右侧的select 那我们再去找到右侧的select 我们去给它加上一个 id 这个id取一个名称叫做 right 这个select ok 这个东西有了 有了之后 那我们在上面这一块 通过这个 不在这个过程网里面去做 我们在这里面 找到 右侧的这个select vr 这个 rightselect 等于这个document 点上一个getelement id 传入的是rightselect 传入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rightselect 在这里面去调一下它的一个pen的翘子 是不是直接把这个open option1给直接躺过来就可以了 是不是呢 那是不是我们先试一下吧 一刷新 然后选中这个产品 我一点击 这是不是就移动过去了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个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了 我们 我直接给他找了一个新爹 找了一个 新的 新的 父亲 就是直接 pement过去了 然后这边就不用去 再去管他 他肯定只有一个爹 对吧 这是我们刚才做的一个选中一个 那再 再来做一个 再做下面一个过程 将 这个左边的所有商品都移动过去 再来做一个 将 左边所有的商品 移动到 这个右边 这个该怎样来做呢 这个该怎样来做 事件是不是还是一个点击事件 那我们就在下面 我就在下面再去写一个这个onclick 是不是又是进入体力活跌段了 slate all 写好这个slate all之后 那我们去把这个台数给定义出来 在上面再去写一个 pocation 然后slate all 写好之后 那这个里面呢 这个里面要做的一些操作 那么是不是可以直接从上面去拷费一下 实际上单选是最复杂的 然后这种 全选的才是比较 这个才是比较简单的 是不是直接把这个判断给 去掉 哎去掉 还没有要去掉的 这个什么注释也直接给干掉吧 干掉 哎这个稍微整一下这个代码 36 36号过去左边这个注释掉 这个基本上就已经改好了 改好之后呢 这里面会刺激到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呢 在大家基础班是遇到的比较多的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 哎 哎 少了 留下的是哪几个 华为四移过去吧 小米和off 这个 这个基础班应该是遇到比较多的 而且是你们点到考试题来的 这个是不是这个是不是 这个 便利 我们现在一边在便利这个选择一边注入 将这个选择的里面的内容移动到 右边是不是就是一边便利一边在移除啊 那这个问题该怎样去解决啊 加一个 我们可以倒数去做吧 这个 这个减一下 然后这边 改成 大于等于 0 然后再改成 I- OK 这个Ctrl I刷新 哎 是不是就完美了 嗯 是不是就是直接完美了 那当然这个里面这个多选实际上是 这个单选 我按住Ctrl鍵是可以多选的 然后我一点击这个移除是不是又出现刚才的一个 一边在单除一边在那个一个操作 这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OK这个案例的话我们就是已经是做完了 那大家觉得这个案例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去做一些优化 有没有 没有 对吧 那比方说 简单一点操作 我直接在上面双击不就可以了吗 我直接在上面如果能双击移动过去不就可以了 我干嘛要去选中它然后又去点击下面了 这个是不是可以再去做一个第一步的操作 那要做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们现在双击的是谁 我们现在双击的是不是这个threat 我们双击的是threat 我们就在这个threat去给它加一个 on db on double click on这个db click 那我们直接去触发一个函数叫做threat1就可以了 这里能看到吗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就好 在那里面 看看 谢谢大家